Hello 大家好 我是海拓 2024年11月 看我后面 就是海拔7162米的 练琴唐古拉山的主崩 昨天我们在纳乌托 见证了她和纳乌托女神 如蓝宝石般的美好练琴 今天我们看到了她的主崩 好美 下班 这里好冷 当熊到拉萨的这条路 不走高速走过的 真的很美 沿途雪山环绕 还有好多兔鼠 可以看到沿途藏区村镇的 现代化变化 更可以经过念青唐古拉山 主峰观景崖口 实在想在这给我自己 和小绿小白合影 但这个崖口的风非常大 三脚架力不稳 找对面走过来的一对藏族母女帮忙 母亲拒绝我和这位小女孩合影 也拒绝帮我拍照 但这位六岁的小女孩却很可爱热情 朝我跑来帮我 我跟这位小女孩儿拒绝在开 交流下来的面子 和小女孩的独立 现在西藏的关键路口 已经不需要查验证件 只需要人脸识别 这次的旅行虽短暂 比之前的三年多互动了更多的人 也许只是寥寥数言 但魔旅的人群个性鲜明 绝大部分素质很高 这就是魔旅的魅力之一 终于进入拉萨城区边缘了 赶快去加油 第一次加油需要行驶证和身份证 记得证件带起哦 拉萨城区红灯时间非常长 车流也很拥挤 加上我是第三次来拉萨了 所以我原计划待三个晚上 第一件事情就是给小白去洗澡 然后再入住酒店 但在这段路 我连续三次走错路口返回 拉萨真的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大城市 没有其他失于远方的神圣向往 再一次重返这个路口 我索性把路线改了 这个时候 我车子上的有个异响声音开始持续 刚和酒店以及宠物店打好电话 确认好行程 想着晚上怎么好好休息 这时 that's amazing 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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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ek 奔答呀 本岚 这什么鬼 たい 我去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艾拓 11月下午5点24 我要来一个实况了 我的灯掉下来了 现在我在拉萨城区内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昨天的炮弹路 还是怎么回事 灯一下子掉下来了 我先看一下这个灯还能不能亮 这个灯还能亮 掉下来了 我查到拉萨有奔达电 距离我这里 4公里左右 好 我给拉萨奔达电打电话 太高笑了 灯掉了 我的手非常 好 联系上了 我叫他微信 看看怎么处理 我把定位发给他 其实我在昨天走过那个炮弹 抽一板路以后 我是觉得有一个地方一直在想 但是我没想到是灯 我以为是后面小白的这一个 宝宝 这个罩子 这个罩子 啪啪啪的响嘛 我就没有太在意 因为昨天炮弹路的时候 那个罩子会啪的一下 把小白整个盖出 他就会躲进那个小窝里去 结果我现在想起来 这个灯 关键是他真的很贴心 进拉萨那段路人很多 车很多 他都没有出事 我还是加了个油 也没有出事 等走到这个风景秀美的拉鲁国家 私立自然保护区外面的这条林荫大道 他才游刃有余的掉下来 我觉得奔达应该把我后面几次的保养都给我免掉 我现在在等经销商来 他知道西藏只有昌都跟拉萨有经销商 他在其他地方都没有出过让我特别头疼的这种问题 好吧 那我也就不生气了 哈哈 哇 如果你辞职